最后就是结婚之后 你希望家务仇方面的一个分工怎么分工 如果说是婚后那个分工的话 我觉得是两个人能够多商量一下 但是我自己是特别不喜欢 跟水有关的一些家务活的 就我可能在分工上 我会尽量去避免这一边的 避免沾水 好 谢谢 男嘉宾 你好 其实我觉得在家务方面 是需要互相沟通 比如说你擅长什么 我擅长什么 我们俩就是去共同完成 而不是说我一定要 我干嘛 你干嘛 我希望就是每天换一换 也是可以的 谢谢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如果选13号 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 你可以牵手3号离开 也可以自己走 你的决定是 官方山楂树下 非诚勿扰 马上回来 官方山楂树下 非诚勿扰 我选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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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己走 自己走 对 怎么选择 我选择 自己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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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官方山楂树下 是因为我要坚信自己的一个心动 然后他并没有留灯 关于事业和爱情这个选择 其实可能是因为自己 没有表述完全 给他们的错觉 就是说我认为事业比爱情重要 但是并没有 是因为自己可能没有说全面吧 现在我想的是 不管是什么样的爱情 我应该为我们两个就是 之后未来有一个好的生活条件 就是可能说要事业吧 大家好 我叫罗东旭 来自辽宁沈阳 如果电视机前的你对我有兴趣 那希望来联系我吧